E-Invice Implementation 现在你们听完了这个E-Invice的 Comser那些 你们可能参加会有很多问题 到底要做些什么准备 我听了过后我也不明白 我到底做些什么准备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E-Invice呢 它牵扯的范围不是只有作战的人 它不是只有做account的人 其实全公司的人 你的stuff都应该要去了解 什么是E-Invice 你们应该要给你们 internet的team做一个training 让他们了解 因为你的team可能会去 去做做sales 你老板可能机会去消费 要claim公司 他都知道什么是Invice 要不要拿E-Invice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要继续算 到底这个Invice 我又要upgrade我的系统了 我又要去安装新的系统 到底要多少钱 那个你们就要等你们software去商量 去问下大概把这些是多少 然后接下来要measure 这些E-Invice是根据 income test的要求 这是55个item是有在里面的 然后接下来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 开始跟你们顾客 去要求他们的 details 因为其实在一些大公司 那100个million以上 其实他们已经开始跟着他们的 已经跟他们的customer 去要求他们的定 number email address 他们的mation 全部已经有了 这样子一来 E-Invice开始行 他们就已经started在他们系统了 所以你们也是可以开始去做这些动作 OK 然后setting个SOP 关于到e-invoice的 这个SOE就是你们internet的 那个staff 要claim的话 用什么SOP 你们要去setting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看你们的行业 到底是不是需要开consolidated invoice 还是e-invoice 如果你是有说零售业的 你的顾客仅是individual 你需要是个人的 基本上你会有consolidated 但是如果你是不可以开consolidated的话 那么基本上你就必须开为e-invoice 然后接下来要确认 你是不是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一些transaction 是要你们去开sale bill的 你们要继续处理 先去把它分类出来 做一些listing 就at least 你们接下来要开sale bill 你首先要跟对方拿一些资料 OK reconsult你们的e-invoice e-invoice 跟consolidated 接下来可能因为 e-invoice 是有开sale bill 但是consolidated 是一次过combine sale bill so到时候这两个数据加起来 其实就是应该等于你那一个月的sale OK 如果有任何的 different 你们基本上要去check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OK 所以你们要去做reconciliation OK 包括你们去update你们公司的policy 记得啊 如果你要公 你要让你员工claim under他公司 他个人的名字 make sure你们的employer update policy要去update OK 然后就是你们有什么backup plan backup plan 讲的就是单系统 一下子不能够去开e-invoice 然后 你顾客又赶着要e-invoice 要怎么去处理 可能你们要去看这样 这个backup plan会有什么 会不会是 API不能就用mine-invoice mine-invoice不能可能就 看什么去处理这个 啊 e-invoice的这个啊 看英文的旅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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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